欢迎各位欢迎来收看大明大方 我今天的嘉宾是两位立法会议员 何秀兰和潘佩洛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特首 因为没几多余了 3月25日就要选特首 过去旗招大家希望选位 现在选位已经在这里了 其实是1195人来选的 大家都要差点票来选 所以这次的特首选举也非常重要 因为下一次2017 我都认真相信有一人一票提名 去做候选人的 否则我们整个国家 所答应香港的东西好像很容易推翻 所以我又不是像你那样的悲观 我希望到时提名没有限制 有个提名委员会 《基保法》写了 所以有个提名委员会 你说没有限制 假的任何选举都有限制 可以这样做的 比如俄罗斯 差到俄罗斯这样 都可以200个人民联署 可以提一个候选人 其实我们都可以 人民铺铛 其实我们就可以要求 只要你拿到登记选民的3%的提名 递给提名委员会 这个提名委员会就要接受 然后由他去代市民提名 这个走到你的程序就没问题了 你觉得没问题 但有些人觉得有问题 贝尔盛 你们是否看待到特首选举 这一次只是热身赛 是的 我想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正如飞哥你刚才所说 2017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香港就会有特首的普选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现在我们就在一个中途站 那我再问你两位 是不是真的看政纲呢 如果你看看煲胎的政纲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尤其是画面减税的 是不是真的看政纲呢 还是要多听消息呢 这一次 我们没有消息听的 有 怎么没有消息听是有 工党没有 或者其他党派有 我们就真的觉得 其实制度是最重要的 现在虽然两个候选人 都走出来争取民望 但是你看到大家 对新闻言论自由 保留一个批评政府的空间 大家都没有 就是没有继续下去 其实很可能他们就拿了一时的民望 然后将来四年谁做都好 都不理你市民怎样批评 两位 现在两位 我不是说看不起逢建基 不是啊 我不是说 那两个我都是说梁棠 我现在说两位 虎身自民 一定选不了这个小圈 你到底喜欢哪一位 你说何俊仁 唐英年和梁振英 你身里面有些心水 你虽然又说不投票 你认为这两位人算中间 其实真是制度问题 如果这个制度真的要求他们一人一票出来拿 还有有得连任 下次要问责 中间保持到新闻言论自由 你哪个人都要向市民问责 那你连投8票都没有尽了一个责任 是不是责任就是要投票选 就算是小圈子的选举 希望最后一次 你说如果你投给何俊仁 我发现 我不会投给何俊仁 你替他命来把鬼 我们是希望他进入去 就是如果他们觉得要有一个政策上的辩论 我现在再不找你何俊仁 那我们送去日程 我昨天跟他说了 他不能进入 日都集 总有一位你比较喜欢 这些就是梁振英和唐英年 这样 因为在这个制度之下 无论两个人怎样表现 能力相差 多少或者多少 现在怎样出来 去做什么承诺都好 最糟的是 他将来是向一千几百人问责 将来他们落不落实得到的承诺 他是不会向七百万人问责 不算你两个都不喜欢 是啊 所以我们是对这个制度 努力你这个制度挺好的人出来 你都不喜欢 我们对这个制度投反对票 因为挺好的人 在一个坏的制度里面 到最后他都不会向市民问责 不会啊 那现在又这么勤力又落区 你见他们敢不敢说六四 你见他们敢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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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香港人权自由的23条 即是其实去到权力的 某一个部分的核心的时候 就两个都收声 譬如说 今年李克强总理来访问香港 警察濫权 你问他们两个说不说 即是去到这些位置 他们就代表不到香港市民 同一个问题 两位你自己个人来看 比较属意是哪一位呢 说真的我真的没有哪一位呢 是特别是觉得是压滑非投不可 outstanding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是那个本身来说 本身来说 那个性格 或者他那个能力呢 是不同的方面来说 就是他很不同的人 就是能力呢 本身我应该说 就是见人见智 是啊 他没做而已 是啊 是啊 就是他们两个是很不同style的人 我觉得本身来说 都在我来看 他们都具备这个领袖的特质 是否因为现在他们的职位已经很高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对管治来看 就是以你个人来看 就是两个都可以接受得 是啊 没错了 但是你是政党人士 不是政团 是啊 都是要投票的嘛 是啊 是啊 是不是 我们会商量过先的 会商量过先 那什么时候做你的决定 全香港都在等着 我相信 本身来说 我们当然是希望 能够多些时间来去观察 还有呢 两个候选人 我们都是对他们有一个期望 就是 要多听劳工的声音 要尽量 是多些熟悉香港劳工 即是基层市民的那个问题 需要 因为这个我觉得 是很重要的 OK 司会一定要问你这个问题 你可能没有准备回答 你不想回答 听说这样的传说 嗯 当选委成立了之后 1195人 就梁振英的group 叫什么梁盈呢 就有人来找泛民的人士 希望泛民过票 来支持梁振英 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第一 就没有任何人来找我 不是 你和泛民中间有沟通 你工党都没成立 是 港人士都没成立 嗯嗯 你没听过 我真的没听过 我报纸范围看到 是 就是在报纸上面的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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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才知道是真的 這個我沒有聽過 我也沒有去追問 因為我覺得各個黨 它自己是不是要說出來 它想說就說的 如果不想說的 我都免得知道 免得漏了料出來 在這裏賴我們口大 幫他們宣揚出去 那個泛民派在中間 想保持立案 不漏出去都不行 所以有些事情就不知道 所以有些事情要說 不聽就好過聽 免得出去 就大家捉鬼在這裏找來找去 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有爭取任何的票 想去做候選人 其實應該尊重 雖然有些政治未必一定正確 因為想入閘 入閘是投暗票 雖然提名是投暗票 潘先生你聽過沒有 又是看報紙 都是看報紙 真的 因為我們還嫁重 我們又不是同一個陣營 我們都是飯盒 我們都是飯盒的時候 吃一個小時 很有趣 你都聽過 是 我昨天質詢一位 泛民的領導人 你到底過不過票過去 那他怎麼回答你 很簡單 那些選民 除了那些205個 那些 原因就是要要求 我們 make sure 一個泛民的人 才能夠入閘 你要送票給人 那麽9月再見 算了 我覺得很有理由 那是妥當的 這個態度是妥當的 這個就是 9月才見 我選你 本來你們自己都想不到 有205票那麽多 這個你知道吧 但是這205票 就沒有說 拍心口一定會提泛民候選人 譬如裏面有些界別 你可以不提名 但是提任何對方 會不會呢 我相信不會的 大家都要向市民負責 雖然選委未必出來選立法會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要向市民負責 是嗎 那什麽是designing factor 即是什麽是決定性的呢 你覺得 那就真是問你問 那個核心人物才知道 裴先生你怎麽決定 什麽是決定性的呢 到底是 就是提名 再說提名 我反而會覺得這樣 其實你說 什麽泛民 建制 是否一定要這樣劃分呢 是吧 我想其實 歸根結底 其實你選一個特首出來 都是希望他管治好香港的 是吧 什麽叫管治好香港 就是香港的老百姓 在這裏 其實我們今天時間夠了 我還想談下去 真是關於這個問題 很有趣 真是第一次 我見到香港選舉 第一次發生這件事 好 今天時間夠了 明天請各位再繼續收看大面大方 多謝我們兩位議員 多謝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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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飛哥